大批民众仓皇逃出 还大声呼叫其他人赶紧逃跑 CNN记者在希腊罗德斯道采访野火灾情 话才说到一半 消防员就要他们赶紧离开 因为火势逐渐逼近 情况相当危急 希腊野火主要集中在罗德岛 科福岛和艾维亚岛 然而消防员在艾维亚岛急着救火 却传出坠机意外 两名军人不幸殉职 气象报道 地中海与北非地区 过去一周温度都飙迫40度 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 周一更达47.6度 当晚就有40多起火灾 西西里岛也因为高温烧快缆线 影响水电供应 多达20到50万人受灾 而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有16个省都陷在火海里 南美洲的古巴同样热到爆 气温飙到39.7度 全国有一半气象站 记录到史上最高温 不过在瑞士 却碰上风速达每小时 217公里的外风 还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TVBS新闻终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